我想知道的 有些為什麼有些人的函數可以讓人家看不到呢 其實也是跟剛剛的保護類似 第一個呢 重點在先把它取消掉 這邊要先保護要先取消 它的觀念呢 實際上全選 右鍵 全核格式怎麼樣 當然我剛剛是全部都把它怎麼樣 全部都取消 確定 如果說你要針對你這個範圍裡面做保護 按右鍵 全核格式 再去做鎖定 那隱藏什麼意思呢 其實就是隱藏公式 所以呢 如果你要針對某個範圍呢 做隱藏的話 那你就直接把隱藏打勾 隱藏打勾之後的話呢 就可以達到你要的目的 如果說你只要隱藏不鎖定 可不可以啊 你就只隱藏 那其他還是可以做 沒有影響 所以你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在最後還要做保護 保護之後呢 移到這裡來 上面沒有東西了 沒有東西了 沒有東西了 那你都很想 欸 奇怪的 你這個地方怎麼會這樣呢 你明明你做得出來 但是你為什麼你的 你的公式在哪裡呢 如果不跟他講 我想應該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是蠻好用的 你只要不要跟他講訣竅的話 他大概不知道 怎麼把你的公式解出來 所以我想你可以試試看 那他的關鍵呢 其實就跟剛剛保護類似 那現在應該還是可以更改 好 更改也是沒有問題的 更改也沒有問題 只是說上面公式不見了 好不好 好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就是說他這個權限是跟著這個檔案的 欸 如果這個檔案你交給別人的話 別人 給別人的話 別人開起來 他也看不到這些公式 因為你已經把它保護起來了 那如果說呢 當然呢 當然又進階來講說 如果說你今天希望 以後呢 當然如果說聰明一點的人 怎麼樣呢 他會去取消保護 如果你存檔 然後把這個保護取消掉對不對 沒有關係 你可以怎麼樣呢 在保護工作表的時候呢 請你在這邊設定密碼 對 因為他如果說呢 知道你保護對不對 那假如說呢 他已經知道 算高手了 高手知道說 欸 你這地方 對不對 那你如果索密碼的話呢 他下一次 如果想要知道你的公式的話 他如果按取消保護工作表 他如果知道你的這個喔 怎麼做的話 他會跳出密碼 那如果他不知道密碼的話呢 也還是看不到你的海數 所以最後呢 你東西給別人喔 只有你知道 到底怎麼做的 其他人都不會知道 那什麼時候在我們解密 解密啊 解密啊 這個應該不在課程範圍之內吧 應該可以進C層去解密 他其實有一些方法啦 但是 但是我想後面有機會我們再談 有機會再談 我已經 我是覺得這樣已經夠了啦 這樣已經很夠用了 如果說你平常 你不希望讓人家知道 這個函數怎麼做出來的 有機會 好 謝謝 謝謝 谢谢